好 第二课 成为祭司的国度 Are you ready? OK 第二课 成为祭司的国度 好 首先我们要看你以为你是谁 老实说我以前很不喜欢教会 因为从小在教会长大 我觉得教会当中所发生的事情 跟这位神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 神真的很可怜 因为教会错误的代表神 很多的人以为神是很无聊的 很严厉的 很残忍的 很仪式宗教 或是很软弱无力的 那是因为教会错误的来代表这位神 所以就会让我觉得神一点都不吸引我 当然我需要为我的论断 跟骄傲的态度认罪 然而我却发现在这件事情上面 神是站在我这边的 因为神也觉得有些时候教会 错误的代表他 OK 有位牧师分享说 当他信主的时候 他很喜欢与神亲近 因为神让他感觉很重要 当他去与神独处的时候 他服侍神 而神也服侍他 然后他们一起出去服侍 然后当他去到教会的时候 他却发现他变得可有可无 因为所有的事情 好像都已经帮他做好了 仿佛聚会的主要目的 是在提供一群观众 让讲员跟敬拜团 有表演的机会 我非常能够认同他的感觉 因为这样子的文化 使圣徒没有被成全 使大家变成了旁观者跟消费者 然而神给我生命的呼召跟命定 不管是神全职呼召我 或是在敬拜赞美的上面 或是看见国度复兴 或是看见全能 神大能的医治 释放 能够门徒训练去祝福列国 神所给我的一些的命定 跟呼召的里面 让我在这样子的环境的当中 根本就坐不住 直到我被开始赋予机会 要与神一起来服侍 所以神呼召我 我相信跟神呼召你是一样的 我不想要坐在那个地方 只是领受被服侍 我不想要坐在教会的里面 什么事都没有 神呼召我不只是因为他爱我 也是为了要让我能够与神同工 成为他恩典跟大能的出口 所以我也能够了解 若是我们没有营造出一个 能够装备跟成全弟兄姐妹 呼召的环境 光是聚会只会让人觉得 怠惰 对不起 倦怠不满足 也会因为缺乏尽情发挥自己的恩赐 跟才干的机会 而感觉到挫折 老实说 当我没有参与服侍的时候 是我人生当中最冷淡退后的日子 因为我没有任何的目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聚会 当然我不是说聚会的目的是为了服侍 可是当我只是在一个地方 作为一个消费者 或是一个旁观者的时候 我发现 我真的是我生命当中最冷淡退后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教会的里面 如果比较消极一点的人的话 他们会让自己的呼召 进入到一种沉睡的模式 然后开始观看教会的其他人 活出神的梦想 自己却只能够做一个旁观者 这是消极的人 可是比较积极一点的人的话 他们会将这样子的不满足 化为行动 但是因为教会没有办法让他们行动 没有办法让他们去做 他们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他们就有可能会离开教会 这个传统的环境 去寻找实现他们生命呼召的其他方式 于是他们的恩赐才干就被世界所用 而你会发现神家中的人才 永远都是次等的 甚至永远都是 没有办法跟这个世界相比 为什么 因为那些真正想要服侍神的人 都出去到外面 因为教会没有他们的舞台 教会容不下他们 在教会的里面来服侍 这是为什么了解我们的身份 真的很重要 所以首先你要了解 我们不只是神能够使用的器皿跟工具 让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神并不是为了要使用你而创造你 神创造你是为了要亲近你 神并不是为了要使用你而创造你 神创造你是为了要亲近你 神差败他的独生爱子 为我们死在十日架上 好与我们建立关系 你会发现宗教的灵 教导我们把自己看成是工具 如果我们今天表现得良好的话 我们就蒙神的喜悦 我们是有用的人 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表现不好的话 不但没有用 还有可能被丢掉 因为没有功能性的工具 就是废物跟垃圾 这也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 大家看自己是工具 他们看自己是一个工人的时候 他们在教会的里面 他们会受到伤害 因为你服侍久了 你就会觉得你是被利用 服侍久了 你就会觉得你像是一个工具一样 你像是一个工人一样 所以宗教的想法是什么呢 宗教的想法是 我必须要尽我的义务 我在神的眼中才是有价值的 我必须要尽我的义务 我一定要尽我的责任 我一定要做什么 我在神的眼中才是有价值的 可是一个敬拜的心就是不一样 敬拜的心是 耶稣已经证明我在神眼中的价值 我服侍是因为神对我来说 也是有价值的 我先来说 那我来说 我去叫我 做比较